欢迎来到活水网 阅读是生命中一个最美的经验 活水网从2005年4月以来 每周提供一本优质书籍的导读 凯宇邀请您参与书籍的阅读桃花园 享受生命的源头活水 各位活水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凯宇今天想跟大家谈 《潜水中与蝴蝶》这本书 各位朋友 你能不能想象 有一天如果你全身上下 全部的被封锁住了 所谓的封锁就是说 你的所有的感官 你的所有活动的能力 你的所有表达能力 全部都不能使用 而你唯一能使用的 就是你的左眼 这时候你会想 这样的状态跟植物人 有什么差别呢 没有错 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是用他的左眼 所写出来的 当然眼睛是不能拿笔的 他用他的眼神 他的复健师 帮他用一个特殊的拼字方法 也就是把字母 照着这样子念下来 当念到这个作者 他要的那个字母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眨一下 这一个出版社的朋友 就帮他记录下那个字母 各位思考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书写 那多么的耗神跟费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今天我们不幸 成为了这个作者 跟他一样遇到这样的遭遇 全身瘫痪 只剩下左眼 能够渣呀渣呀的 跟外界沟通 这个时候 你会有心情 去写一本书吗 这个时候 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活动 包含我们能走 能说 能拿东西 能跑 能跳 能骂人 能自以为是 这些是建立在我们 很习惯于 去使用我们的身体 很习惯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 当我们认知的世界 可能因为一些意外 而随之瓦解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 你会怎么看待你的生命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之前法国 一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 他在1995年的时候 44岁的他 那个时候 在年底 他突然脑中风 而且是很危险的一种脑干中风 导致他全身瘫痪 不能说话 只剩下左眼能够作用 他靠着扎动他的左眼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的 写下这本不寻常的书 尤其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本书在正式出版的两天之后 他就与世长辞 他很想告诉世人 他被禁锢的灵魂 永远的活着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一段文字 我刚刚念的这一段 其中是从这本书的封面 截取下来的 大家听到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除了 有一股哀伤的感觉之外 我觉得它呈现出 是一种生命的美 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一个这么 功能残缺 我可以这样说 也不能说残缺 应该说是完全不具功能的人 因为这种意外让他不具功能 反而他这么挣扎的 想要告诉这个世界 他的感受的时候 反而会有一种美感出来 我觉得这是不是生命当中 有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些限制 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 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的绽放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想呢 推荐这本书 我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于说 其实这本书 它比较不像是 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因为意外受到伤残的 怎么走过来的 所谓的自传式的文章 它其实就是 这个作者本身 他在他中风之后的 一篇一篇小短文的汇集 而这一篇一篇的小短文当中 所涉及到 所谈到的层面非常广 有他在健康时候的生活 还有他在中风之后 他瘫痪之后的生活 有他跟别人沟通的经验跟经历 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 他的沟通变得这么的困难 当他跟外界互动变得这么的局限的时候 他反而会深自的去咀嚼 他想说的话 这时候他也看见了 如果今天帮助他的朋友 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就在他用眼睛拼出 仅有的几个字母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开始乱猜他的意思 这时候他常常会感觉很挫折 可是当一个真的有耐心的人 他不会自作主张 他是会完完全全 完完整整的了解到 这个作者原来他想说的是这句话 而忠实的记录下来 这时候我们发现 其实你我的健康 你我的聪明 你我的灵活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会让我们忽略掉一些真正的真相 尤其在生命这个议题 那当然对于一个他已经瘫痪的人来说 回忆的咀嚼和他在健康的时候很多的状况 是他唯一能够去缅怀的 他在书中说到 他如果能够像正常人一般的吞咽他的口水 各位不是喝饮料也不是吃美食 是吞咽他自己的口水 他就会觉得他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或许会觉得 他的文章当中是不是都在描述他的挫折 我跟各位谈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错 他谈到的是很多 从他的角度 他去看他生命的局限 在这边我一定要先提一件事情 书名为什么叫潜水中与蝴蝶 其实潜水中是一个隐喻 他隐喻他是指生命被这个形体 所困进的一个困顿的感觉 当你全身瘫痪 只剩下左眼能够跟外界做沟通互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好像是被罩在一个大的潜水中里面 你动弹不得 而蝴蝶就是隐喻 生命在想象中具有的本质自由 就算是这样子 就算是我不能动我的手 不能动我的脚 我不能开口说话 我一切的生活 我一切的生命都需要靠 这个所谓现代的医疗帮我维持住 我只剩下左眼 但是呢 我还是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拉回我刚刚所谈到的 或许大家会觉得 他里面谈的是一个 瘫痪的人 他的一个挫折的一个经验 会不会看完之后心情很不好 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是这样哦 的确我在刚看完的时候 我心里有经过一阵子 还蛮悲伤的感觉 可是那种悲伤 我觉得不是让我整个人没有力量 不是让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生活 那种悲伤反而是让我看到 对啊 其实我们今天所自以为是的这一切 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 包含我们的名声跟地位 其实是经不起任何的挑战 就算我们现在所认为 多么牢不可破的 人 事物 他有一天都会消失 但关键在于说 这些就好像是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很多的元素 我们的工作的能力 我们的身份地位 这些其实无形当中 他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潜水中 帮我们照住 而关键在于说 在这个有限的局限性当中 我们怎么去发挥 我们无限的可能 就像为什么我说 刚开始读完这本书 我心里觉得悲伤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已经绽放出一种 人的生命当中最本质的美 就是在有限当中 发挥他的无限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今天就算我们好手好脚 有一个最大有限性是 我们有一天都会死 但是我们怎么样 在这有限当中 或许我们的生命 就如同这个作者的左眼一样 哪怕是渣啊渣 哪怕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可是我们一样可以 去歌颂我们的生命 一样可以去看见 我们的世界 它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不知道这本书 应该把它定义成为 一种心灵成长的书 还是激励的书 还是自传 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 可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 虽然不是一本新书 但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意义真的是非常深刻 这本书在作者的最后一篇 它的篇名叫《开学了》 这很有意思哦 它为什么用《开学了》 当做是它最后一篇的篇名 我自己在读它的文字的时候 我感受到 其实作者在他书写的过程 他在医院里面在1996年的7到8月间所完成的 他随着一篇一篇的书写 一篇一篇的书写 我觉得似乎他也渐渐的从他书写当中 去整理清楚他的现在 他怎么样在这么被禁锢的形体之下 他一样活出他的当下感 所以我觉得他会用《开学了》 这个好像是充满希望 和充满未来可能学习的一个隐喻 当做是他的最后一篇 有他很深刻的意涵 所以各位朋友 我不管今天我们碰到什么状况 是不是可以想想看 一个这样子受到限制的人 在他生命当中 他想要告诉我们说的话 在最后他告诉我们开学了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 在他最后一段话 我觉得意味非常深远 我想念给大家听 他说在宇宙中 是否有一把钥匙 可以解开我的潜水中 有没有一列没有终点的地下铁 哪一种强势货币 可以让我买回自由 应该要去其他的地方找 我去了去找找 所以其实所谓的其他地方在哪里 我不晓得各位所认为的 对一个这样瘫痪的人死亡 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 可是我相信当他诚实 当他如实地面对他的状况的时候 当他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他已经解脱了 而死亡与否 他是否还继续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他来说只是环境的不同 他可能从在我们人世之间 一个受禁锢的形体 而过渡到另外一个更自由的世界 所以我们祝福这位作者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读完之后 自己的感受我刚刚在跟大家谈的时候 也都有陆陆续带出来 我觉得我最想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 其实生命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生活的不顺遂 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 当我们觉得很无助的时候 那么何尝不是 也被一个所谓的潜水中所照住了呢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蝴蝶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不断地去飞舞 我相信很多时候会很有可能的 从自己的内心找到力量 希望台语的导读 能够帮助你点亮自己的心灯 这是一本不容易错过的好书 其实它也是一本很好阅读的书 它很值得在你每天的开始或结束的时候 好好的阅读 这么样一个被禁锢的灵魂 它怎么样舞出它生命的美 谢谢各位收听 希望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再会